4月3号花莲地震 台中市虽然没有发生重大的灾情 但仍有部分的建筑物出现了墙面均裂或是剥落等现象 涛市政府都发局就呼吁 为了维护大众的安全 请民众要加强自主检查 以免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 而市府也提供了多项的补助方案 经市民可以自行在都发局的网页下载电子书 先进行初步的评估 0403花莲发生7.2级强烈地震 全台有感 也要求许多民众的不安 台中市虽未发生重大的灾情 但却仍有部分的建筑物出现墙面均裂或剥落的现象 台中市都市发展局呼吁 为了维护大众的安全 请民众加强自主检查 以免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有关0403大地震之后 台中市政府在市长副市长的带领下 我们在此呼吁所有民众 第一个可以先参考台湾市政府都发局在网站上的自主检查表 先检查你的相关房子有没有受损 如果相关受损的话 后面部分都发局会通用相关技师去做现场的鉴定 另外有关相关后续的补助的部分 我们目前有耐震的相关的补助 也有共用设施的相关补助 还有如果你是属于黄红单的话 当然目前台湾市没有的话 它的租任户也有相关的一个租金的补贴 辅助方案包括建筑物结构安全性能耐震能力 初步检测及评估补助 建筑物结构若曾补强工程补助 公寓大厦共用部分相关设施修缮补助 老旧建筑物重建或整建维护补助 建议市民可以自行由督发局网页下载电子书 先以进行初步的评估 目前我们去勘查大概九件 然后九件的部分的话 相关的部分大概都是属于隔间墙的部分 然后或是一些外墙的尺砖的脱落 那都非属结构性的破坏 都是属于可修缮补墙的 所以我们在此呼吁 如果后续修缮补墙的话 可以下督发局网上它有相关的补助 不管是外墙也好 然后相关的公共设施也好 或相关的一些老旧建筑物的设施补助也好 我想我们都有相关的补助措施 市府都发局说明 市府提供多项补助可以申请 欢迎民众多加利用 也呼吁为了维护公共安全 各建筑物所有权人或管委会 应该加强自主检查 以维护自身和公共安全 记者杨中环台中采访报导